那么这个子荣性的毒素呢 它的伤害哦 甚至会破坏我们的基因系统哦 让我们的细胞有病变的可能性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吃的药物 那么食物的这个防腐剂 啊很多时候呢 比如说你是吃罐头食品啊 或是你是腌制的东西啊 能够放很久就不会坏的话呢 都是里面有一定有个防腐剂 那么我们的吃的啊 动物里面的肉类里面呢 可能它有这个成长的和耳末成长技术 给那些鸡肉或者是猪肉呢 长大的快一点 那么这些荷尔蒙呢 残留在这些鸡的鸡肉里面呢 鸡肉里面 当我们吃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荷尔蒙呢 吃到我们身体里面 变成我们身体里面的毒素 那还有市场上很多这种调味料哦 啊他们的颜色 你会发觉啊 比如说你买一个酱料哦 你几十买都好呢 啊它的那个颜色永远都是一样的 其实如果比如说辣椒酱哦 那么辣椒的颜色呢 其实是取决于你这次买的时候 那个辣椒的有多红 有什么颜色 你做出来的辣椒酱的颜色 就会跟着有变化 稍稍微的变化 但是你发觉我们买这些酱料呢 你吃了一年 五年 十年同一个品牌哦 那个颜色都不会变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是 它是有这些啊 化学物品 也得去调味啊 或者调它的颜色 或者stabilizer呢 那么这些都是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的 属于脂溶性的毒素 啊 包括食物的色素 那么最明显的就是现在我们喜欢吃这些啊 蛋糕啊 好像那些啊一生啊 做的很漂亮 很colorful哦 啊 而且那些啊蛋糕的这种 coloring呢 其实呢都是属于啊 化学性 带一点化学性的东西 所以吃多呢 对我们身体是会成为这种脂溶性的毒素 啊 如果我们的蔬果呢 我们能够买organic的 那么你就少这些农药 那么少技术的问题 那么另外呢啊 海鲜类呢 因为现在的人都很喜欢吃海鲜哦 其实我们所吃的海鲜里面呢 都有蛮多的这个超标的中金属 啊 因为呢 是地球的这个火山活动在海洋里面还是很active 那么火山活动里面呢 啊 会喷出的农 啊 啊这个火山的农浆里面呢 他其实是有很多中金属的 包括水银 所以很多时候呢 啊 海鲜 啊 动物呢 里面的身体呢 是累积了不少的这种中金属的水银 从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呢 我们的汽车工厂啊 排出的废弃呢 都含很多这个铅和隔 那么呢 这些都会破坏我们的大脑神经 啊 严重的话呢 会中毒的话呢 会昏迷甚至死亡 啊 啊那么的隔的中毒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肾脏和骨骼的健康 那么什么时候啊 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讲我们添油了 那么你添油是打乱95还是97呢 怎么分别呢 那么啊如果是97的话呢 它的铅的含量就会更低一点 95呢 那么它铅的含量多一点 所以很多时候呢 如果你说要省钱 讲打95的话呢 那么其实就是我们驾车的时候呢 把更多的铅呢 啊排放到我们的空气里面 那么如果是打乱97的话呢 那么你驾车的时候呢 你就把少一点的铅呢 排到空气里面 啊 所以这个就是啊 汽车汽油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 那么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油气类了 那么啊那些你油气的话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家里 你刚刚油完气过后呢 我们都要打开给它通风 可能不要马上搬进去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闻到很多这些 中金属Chemical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知道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呢 可能呢啊 都会接触到这些油气类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化妆品的 很多化妆品里面其实都有含有铅 啊 对你要有好的这个化妆品的效果呢 它可能含铅的话呢 啊 那么你就会好用一点 或者那个颜色会漂亮一点 那么这样子呢 无形中也是让我们的皮肤 让我们的身体呢 接触到更多的这种重金属 啊 这个子融性的重金属呢 的毒素啊 来源呢 包括啊 家里很多这些小孩子玩的 plastic做的玩具 那么呢 这种颜色还有这种啊 plastic呢 其实都会有这个问题 包括采印的食品包装啊 所以呢 其实我们买食物的包装呢 它的颜色 它的设计越简单呢 其实是越好 那么包括我们的染发剂 或者是很多朋友呢 喜欢去垫头发 烫头发呢 那么你都要用很多这种啊 chemical 药水嘛 我们这些骑士 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 都是毒素 团体骑士